欢迎收看好样FOMOSA 想要吃美食却总是要花很多时间排队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否有同样的经验呢? 有业者就发明一个不用排队等候的智慧型叫号系统 让民众随时掌握排队的最新资讯 还有水温显示器 让您不用担心洗到很烫的热水 餐饮设备展前亮点曝光 都展现了台湾的创意无限 想吃美食总是要排队等候 现在透过这一台智慧型叫号系统 就能为您节省时间 按下选单输入电话号码 叫号单就从下方跑出来 仔细一看上面还有VR-Code 只要用手机扫描 还有多少人的排队资讯 看得一清二楚 消费者如果不小心错过了 机器还会贴心的发送简讯 大大的数字显示目前的水温 靠水力发电的电子温度计 每秒自动感应新的温度 让民众不用再听感觉 推测水温 不对的水温容易造成 因有了皮肤的烫伤 那再加上我冬天的话 有时候就是要洗澡的时候 发现汗流来了 结果手却还不知道说 现在水温是热水还是冷水 那一秒侦测一次 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说 你现在水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餐饮设备展前亮点曝光 业者摩拳擦掌 端出最新设备 像是这一台外观简约的LED灯 除了当照明摆设 专门设计的特殊灯光 自己就能种出五星级饭店 才有的高级食材 冰花 现在售价一公克是七块到十块钱 所以它一公斤就是七千到八千块 还有自动打扫的电动吸尘器 保存开品红酒的冰柜等 从清洁用具到大型设备 都看到台湾参与设备的创意无限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家伟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